M1观察 相对于去年10月份 年增率是1.9% 这个年增率又比9月份 下滑了0.2个百分点 代表目前实质的货币需求 是严重的不足 连续9个月下滑 这个是创下了2020年2月以来 最小的增速 2020年2月就是新冠疫情爆发 社区隔离 当然没有货币需求 所以现在 等于是整个市场的经济活动 已经降到了冰点 再从M2观察 M2的年增率是10.3% 跟上个月持平 但我们现在特别观察 是M1跟M2 这个剪刀差再度的扩散 过去我们从资金动能 常用M1跟M2的关系 来判断中长期的资金动能 当然最好的是M1向上跟M2 进行黄金交叉 代表整个资金的活水 跟市场的信用 跟市场货币的需求 正在快速的增长 当然是股市或自然价格的牛市 当出现死亡交叉 常常是一个反转的概念 也就是景气降温 从货币需求层面看到 整个经济放缓的局面 但我们现在注意到 因为剪刀差继续扩大 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反过来的思考 也就是剪刀差会不会过大了 剪刀差会不会过大 就跟我们劈腿一样 劈腿最大就是劈180度 所以目前剪刀差来到了极致的数据当中 那有没有收敛的可能 特别是在大陆政府 进行了多轮的这些公债 还有包括了特别公债的安排之后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份 甚至几个季度进行收敛 我们就要观察 这数据很糟糕了 非常的糟糕 可是有时候就是黑暗前的曙光 因为它的剪刀差实在太大了 直接反映就是中国经济数据实在太差 货币需求实在太烂 可是极致的剪刀差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 开始逐步的收敛 我们可以稍微做留意 因为相对对比 同期观察 高基期一旦耗尽 M1的反弹 是有些许一点期待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做掌握 另外我们综合来看整个经济数据 我们常用足球的阵容来做表现 通常领先指标就是足球的前锋 前锋的位置跟前锋的结构 可以代表经济的活力 代表整个经济攻击的欲望 从PMI观察 不管从大陆官方国家统计局的 还是Market的财新版本的PMI 都是持续回落 所以中国这场经济的足球 中国经济的动能 从前锋的攻击欲望 跟前锋安排的站位 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攻击 或东方动能的 再从中场 就是昨天公布的M1M2 M1M2继续回撤 中场负责整个经济 整个传输的 就是球的传输 也叫经济活水的传输 也在后撤 所以从中场前来观察 基本上中国的经济 在短时间并没有任何得分的机会 再从CPI 这是相对自货指标 代表总和星球跟总供给 中国的CPI 目前核心的CPI 是年增率已经转负了 所以更可以看出来 从整个后卫中场跟前锋观察 先不要看对手阵营 中国的经济在短时间 是没有得分的可能 也就是没有强力复苏的机会 要这样做观察 但股市 股市不一定 股市常常进入主身段 才会见到经济复苏的一些证据 所以目前要观察 一个是中国经济 说实话 没救 可是中国股市会不会死猫跳 你可以做些期待 好 我们先要分析数据的细项来做观察 到底整个金融数据的激动 尤其是货币需求大幅度的消失 主要是看新增的社会融资 社会融资其实代表的 就是一般来讲 对于货币需求 它的增数相较于之前的增数 是增加了1.85兆 比预期的1.9兆来的小 虽然总存量374兆 年增率是将近10% 可是代表整个市场的货币 进行的是空转 这些存量并没有创造出更多 派生新的需求 就代表存量是空转 而过多的货币存量 使得过去自然价格的泡沫化 现在苦果正在进行买单 从涉容虽然增加1.85兆 不如预期 可是我们更重要看到了 其中的增量 几乎绝大部分 5分之4来自于政府债券的发行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万亿的特别公债 上兆的特别公债 所以整个资金需求的唯一来源 竟然是政府需求 假如没有政府发行 规模巨大的特别公债 不然可能涉容表现的数据 会更加的难看跟糟糕 所以目前我们要观察 从其他的需求 不管是表内的表外的 企业的家庭的 目前这个数据表现都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从人民币贷款做观察 因为10月份的大陆的货币供给观察 从供给端再看需求端 人民币贷款是增加了大概7384亿 但主要我们看细项 这个细项可以看到 第一个居民贷款 尤其是短期的居民贷款 短期消费 一般叫信用卡 或消费者信用贷款 基本上是大幅的负增长 企业的中长期的贷款增速 是下滑的 而主要的真相是在票据融资 所以也没有看到企业有同资的动能 所以家庭的消费放缓 企业没有投资的信心 都是使得10月份 中国的货币数据 从需求端非常悲观的原因 好 我们看原因 今年的双十一是非常惨淡 甚至双十一的惨淡 还不止在大陆 我们知道双十一 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消费的购物节 我们看到最新 PC Home 台湾最大的购物电商 也反映出双十一的 电商零售的数据 不如预期 我就要举个例子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那么糟糕 最近大陆电商打什么 京东的老板刘强东 单挑淘宝一哥李佳琪 李佳琪单品680 京东补贴580 李佳琪单品39 京东补贴29 这种过去 这种恶性的竞价 会被国家市场进入管理局 进行干预 这是恶意的竞争 但我们知道 刘强东干的不是李佳琪 刘强东代表的京东 干的是淘宝 而淘宝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之下 还有过去几年的记录之下 完全没有还手的能力 也不敢还手 所以刘强东打的 不是一个电商网红李佳琪 直播一哥李佳琪 打的其实就是打果看主人 主要就是欺负阿里系 这个欺负阿里系 正常市场行为 可是这种恶意的价格竞争 我们看到 严格来讲 大陆的电商竞争 已经来到一个 无法无天的境地 这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 是非常不利 也非常不妙的 也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季 开始观察大陆经济 整个结构连续的失误 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包括了人民币 该手没手 包括了户三百 该手没手 所有专业的官僚 似乎在过去这半年的一些决策当中 出现了失灵的变化 从双十一的冷淡 就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今年不仅大陆 包括了美国 包括了其他地区 今年的购物旺季 消费旺季 来的很晚 结束的很早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大陆没钱是户深最高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 按照普华永道分析的是 2023年全球消费洞察表示 这是在第三季所公布的数据 提到51%就过半的中国消费者 正在减少他们非必需品的支出 所以从消费信心观察 大陆的消费的动能 正在快速的放缓 主要是信心跟钱袋子 目前都在快速的变薄 但有很多人就喷我 世光你变了 你不是很爱好我们国家的 爱好民主的 爱党的吗 都爱 只是现在的决策的连续失误 让我们对于后续相当的悲观 我特别提到的是大周期的问题 大周期问题 原来我们都躲不过 就算是无神论的政府 也躲不过人类 致死到现在的大周期 这周期包括商业周期 包括信用周期 还包括了政治社会周期 原来我们都躲不过